嗨,大家好,我是阿文,欢迎回到我们的生活基督频道 随着iPhone 15还有15 Pro系列在前几天发布 全面改用了USB Type-C的接头之后 有很多的线材、配件这些东西都即将走入历史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有哪一些配件们即将要灭绝了 首先第一个灭绝就是iPhone自家的产品 这个是iPhone他们初期的USB Type-A转Lightning的接头 它还是USB-A的版本 另外一个版本是在近几年才出现的 就是Type-C转Lightning的充电线 其实我手中还有很多其他品牌 他们都有出Lightning的线 我相信这些品牌因为他们都走得很前面 那接下来他们也不会再出了 像我右手边这个是Moshi的 然后左手边这个是ID-Mix的 然后我自己还有在使用的还有Avia的 那接下来大家就会使用USB Type-C转Type-C的充电线 那原则上在iPhone15的包装里面 或者是iPhone15 Pro的包装里面 它都会附一条线 但是这条线它只是一条充电线 因为15 Pro系列的用户 这一次他们有提供了USB 3.0的传输速度嘛 但是在盒状里面 它官方写的它只有附了一条Charging cable 其实它是没有提供到USB 3.0的传输速度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使用15 Pro来去进行外接硬碟外录 或者是想要享受那个高速的传输的话 就要自己另外再去买一条高速传输的线 那苹果官方他们自己当然是有卖啦 但是其实因为这规格已经很久了 Dunabot的线也出了很多了 所以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这个是我上个月才收到的 Panasonic的充电头还有充电线 其实这个他们有出两个版本 就是USB-C的版本还有Lightning的版本 就是专门为iPhone的使用者来去推出 那当初他们问我的时候 我是选择Lightning的版本 但是他们记错了记得USB-C的版本 阿星亏他们记错了 因为现在我就可以继续的去使用它 下一个即将要求种的产品就是这个 这个是苹果的AirPods 但是它是Lightning的头版本 这个是当初一开始他们在转换到Lightning的接头的时候 有附在手机里面的一个耳机 那在前几天的发布会里面他们有说 他们会同步的推出USB-C版本的AirPods 所以如果说你还是想要使用有线来去收听的话 你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你去购买USB-C的AirPods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转接头 现在看到的这个转接头 它也是当初在过渡期过渡到Lightning的时候 它在iPhone的包装里面有附的 就是Lightning转3.5mm的接头 你可以自己去接3.5mm的耳机 那接下来应该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 就是USB-C然后转一个3.5mm的接头 穿插一个彩蛋 这个应该是超过10年的产物油了吧 它是3.5mmTRRS接口的Earpod 它还有麦克风在这里的 整个线都已经泛黄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即将灭绝的配件没有哪一些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行动电源 也是我之前漫长用的 但是刚好它最近也坏了啦 它很好用的地方是 它内建了有一些Type-C的充电线 然后还内建了Lightning的充电线 同时它这里还可以直接插到插座上面去进行充电 我是蛮喜欢这个行动电源的 只是刚好进行它也坏了 我把它充满电带出去充电 充我的手机充不到50%的电量 然后它自己就没电了 像这样子的产品厂商们都知道说 接下来的使用率会越来越低 我想他们应该也就不会再推出了 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现在各家的配件厂商们 他们终于不用再考虑说要出两个版本了 要出一个Lightning版本的 要出一个USB Type-C的版本 给Android的用户来去使用 现在全部同意 大家都用USB Type-C 好事一键 接下来的配件我想应该比较少人会有 这个是Insta360出的一个配件 这边是可以放入MicroSD卡在里面 然后这边是个Lightning的接头 把它插进去iPhone里面 然后就可以进行快速的传输了 下一个我只拿一个出来 我想是很多影音创作者们 或者是想要记录生活的人 会有的一个产品 以DGMI这个麦克风来说的话 它适用于相机之外 它也适用于手机 你看打开来 它里面还有附一个Lightning的接头 之前我在iPhone上面使用的时候 我就是把这边的这个接头把它拆下来的之后 然后就可以接上一个Lightning的接头 那这个接头我就直接插在iPhone上面 就可以使用麦克风来去录音了 那这样子的设备以后也绝对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厂商们他们就只要做一个USB-C的版本就好 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 我个人是没有痛点 但是我相信有蛮多Tech YouTuber 也就是科技类型的YouTuber 可能会蛮痛的 就是这个热像仪 它是Flurry One Pro 那当初我在买的时候 我犹豫了很久 到底是要买iPhone的版本 就是Lightning的接头版 还是买USB-C的版本 那最后我是选择了USB-C的版本 幸亏 因为它的操作方式也是一样 它这边有个接头 就是有两个版本嘛 一个是USB-C的版本 一个是Lightning的版本 把它接上手机之后 然后使用他们官方的App 就可以拍摄热像仪了 真的幸亏 我当初由于远见 选了一个USB-C的版本 所以以上这些的线材啊配件 都即将走入历史 你手上有这样子的配件吗 欢迎留言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